奶尿蝦 这种是巴马奶尿蝦 出产在马来西亚和印尼最多 肉质就不够泰国奶尿蝦那么实质 价钱也便宜些 这种有高的奶尿蝦 通常买都贵些 这款就多肉鲜甜些 金吉油就是潮汕的酱油 通常用来点炸食物或者海鲜 可以提升海鲜的鲜味 潮州的三月奶尿蝦好出名 吃下去特别鲜甜 但是很多人很怕吃这个生业食物 所以今次做一个半山熟 先蒸一蒸奶尿蝦 水滚 将用冰水冲洗的奶尿蝦 放进去蒸大约7分钟左右 蒸出来就会半山熟 若果始终怕生 你可以蒸15-20分钟 完全蒸熟 蒸好 拿起来倒在碟里的倒汗水 和巴马辣尿蝦煎出来的水分 预备一盘食用的冰水 用来冷却辣尿蝦 和洗一洗一洗 辣尿蝦 辣尿蝦肉收缩了 辣尿蝦殼都容易炆走 用冰水浸着奶尿蝦大约5-10分钟左右 然后就拿出来用厨房纸抹干它 之后就可以帮它剝殼 巴马辣尿蝦殼比较軟 不用怕会戒损的手 你喜欢的在旁边慢慢撕开 也行 或者再简单用剪刀 在旁边的位置 沿边剪开也行 或者在中间一个位置慢慢剪开 不要剪太深 离开鱼肉 剪开鱼殼分边也行 因为这是半山熟的辣尿蝦 肉和鱼殼都比较黏 全熟很容易离开鱼殼 所以要慢慢撕开鱼殼 否则很容易撕烂 巴马辣尿蝦肉比较水 但肉质会淋很多 这种有高的辣尿蝦 软高点金鸡肉特别好吃 将辣尿蝦斩向一件件 或者剪开一件件都可以 方便夹来吃 金鸡油冻食辣尿蝦 半山熟食 特别鲜甜 试过你就知道 鱼菇 鲑鱼 尼鳍尼 谊 5 鱼 水 瓶 鱼